今天来和大家分享的是爱马仕怎么用都不会心疼的一款包 那它就是我手上的这一款Garden Party花园包 那花园包的话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啦 只要你进到爱马仕店里它必定是会有一只花园包的 就是因为爱马仕大家都知道嘛 它摆在外面陈列的绝对是就是很少的几个包款 而且大家都统一的认为那几个包非常的丑 不知道怎么会有人去买它 但是我觉得像Garden Party的话是爱马仕里面最长久的一个 在陈列柜上面的一个包款 但是我觉得它其实实用性非常的高 而且是你怎么用都不会心疼的一个包 因为它的一个皮质是爱马仕号称最耐造的一个皮质 而且这个皮质也只有Garden Party上面就是拥有 在其他包款上面是看不见的 那这一只包的话由于它的外形比较设计 所以遭到很多人的嫌弃 大家觉得它并不好看 而且觉得说花那么贵的一个价格去买一个平平无奇的包包 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其实这个包我要为它更正一下 因为它是可以作为你通勤 商务通勤杯的时候看起来不会特别高调的一个包 然后它又特别的能装 电脑也可以随意的装进去 然后其他的一些物品也可以装 那同时它还可以作为一个妈咪包去使用 也可以去作为你上就是出门旅行的时候 想要随意往里面塞东西 甚至你是放一双鞋子在里面都不会觉得心疼的一个包 然后由于它的一个价位来说的话 它是不需要配货的 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挺香的 因为它作为一个 也许你去背一些其他的BKC系列 或者是其他的特殊皮之类的 你会就是用它说会小心翼翼 但是用这款包的时候完完全全是可以放心的乱造的 而且你用个三四十年都完全没有问题 所以这只包我其实想为它更正一下 我觉得它非常值得购买 谢谢大家